大家好,總算人也多一點,我們機器也全部都準備好了 我是台灣圖宿的志工阿輝 之前大家幾個比較認識的朋友知道我是圖宿執行長 但是我今年剛好上阿里山區 那今天剛剛那個也剛好帶到台灣的農業的歷史 中哥搶水 那今天其實臨時舉辦我們請到我們那個台中一中許全一老師 其實是真的是很趕,老師也是非常義氣相挺 我們上個禮拜六才聯絡了 今天就願意沖下來 實在是因為最近政府的所作所為實在是讓我們越來越憤慨 好不容易我們等到終於我們年輕世代高中生這一輩也覺醒了 我們嘉義縣市也有八所高中籍願意串聯起來 然後家中跟家女也在這個禮拜一 請到那個我們有關於歷史的學者博士生 來進行一個課竿微調的講座 這個在嘉義其實是非常難得 因為我自己也是民雄出身,嘉義長大 民雄國中,嘉義高中 其實一直以來校風 感覺上好像很開放 其實都是很保守 有教官在 有教官在 然後 台東女中的周薇彤老師前一陣子也是被校安通告 其實在我們的學校裡面 不管國小國中高中 有形無形的那種 整個的壓制 整個一個 類似國家機器 間接上的 我覺得 講難聽一點就是在奴役我們下一代 奴役我們思想 不然 其實這最近兩件事 除了課竿微調之外 讓我比較分開 今天 尤其是今天那個 HIDIS 韓國工人 那個抗爭的事件 然後 讓我們聯想到 雖然跟今天有點離題 讓我們 聯想到說 讓我們了解說 我們國家 工人運動的運動史嗎 讓我們了解說 為什麼一直以來 資本家都可以如此的 惡性倒閉所有的那種工廠 讓幾百個幾千個家庭 瞬間 就失去 他們生存的依靠 但是他們不用 負擔任何的 不管是道德上 法律上的罪責 甚至不用賠償 但是 去抗爭的工人 就要面對著 被警察不服 比例原則的 被抓走 被遣返 被限制自由 這是一件 那第二件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一位 那個 眉心儀先生 因為我也是這兩天才知道 他是一個外國人 但是他在 戒嚴時期就來到台灣 那時候 那時候 他的幹霸 其實是 聽說 我也不是很確定 是客戶的頭子 他是 等於是 被當作一個外國人 來讚頌 自由中國的一個 榜樣 一個宣傳的人物 樣板 來到台灣 但是來到台灣之後 發現台灣真實的狀況 並不是他想像中的 那麼自由 甚至台灣已經 不被世界 承認是中國 所以 他開始進行 一連串的 在拯救 所謂的良心犯 所謂的政治犯 那為什麼這個人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人 做了那麼多事情 我們非得要在他病危的時候 看白的時候 要死了 他知道 我們有這一位 這一號人物 我們家中的學長 張岩縣 老師 他也是研究整個228 口述歷史 可以說最完整的歷史學者 我們嘉義的榮耀 家中的榮耀 我們家中的孩子 有幾個人知道他 有幾個人看過他寫的書 我們嘉義 檜木 我最近在阿里山 所以我對檜木比較研究 嘉義是檜木之都 全世界七種檜木 台灣佔兩種 哪兩種 隨便路上遇到一個嘉義的小孩子 他們打出來 他們分辨什麼是台灣扁駁 什麼是台灣紅塊 檜木到底稱的是台灣扁駁 還是台灣紅塊 還是三個都是 在地的東西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卻知道 中國叫秋海濤 後來變老母雞 我們卻知道 我家中的另外一個學長叫 侯文勇先生 他曾經在他有聲書說過 我們歷史是神話 我們地理是歷史 這不是很荒謬嗎 我們最精華的 記憶力最好的 六年三年三年 總共十二年的時間 我們都會記一大堆 跟這個土地上完全沒相關的東西 然後我們非得出社會之後 重新再學我們的理想 所以我們要繼續學什麼 出社會之後才能再繼續學 我們要先洗去 我們被那種黨國教育系統下 洗腦的那些遺讀之後 戰戰兢兢的 戰戰兢兢的選擇 我們應該覺得更好的 更有序的一些詞彙 一些語言 包括我們的歌 我們的母語 現在才能開始學 為什麼我們在學校不能開始學 然後在我們的台灣史 終於成策了之後 現在我們教育部長說 那我們要換新的課綱 然後昨天參加台中一中的摸頭大會之後說 我希望同學可以理心一點 我希望同學不要把政治帶入校園 但是當我們課綱委員 居然可以說出 教科書就是為政治服務的時候 那我們教育部長到底在說什麼屁 所以今天開場開夠了 那我們就 實在是有點分開了 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今天 台中一中特地從台中趕來 也是我們雲林 雲家本一家 我們雲林的鄉親 我們許絕一老師歡迎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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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知道 我阿姨阿花來教育 榮幸 我哥哥是學頭畢業人 對 我是 去台北院 不見總辦 所以 也算是 也算是 我們嘉義以前也蠻常來的嘉義 我覺得嘉義就是太棒了 街道快破了 非常乾淨 這是一個 至少看得到天空 那 我覺得我們台南交易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是 沒有看到天空 沒有看到天空其實就走不遠了 我們要不要訪 像人好像不是很多 要不要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講一下為什麼要來這裡 那我在 我今天最主要是談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 然後我們要學什麼樣的歷史 歷史是過去式嗎 歷史是現在這件事 好 你是不是 現在 到現在完了 要是 對情感情 要不要請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講一下為什麼今天買 就簡短一下哲理 不要客氣 大家好 我是 假大 我自信大一堆學生 然後 因為 我從高中的時候 就有是在關心一些社會影集 然後 因為這一次就是幾個朋友 就是我們 就是因為 就是本身就有在住一個客廳 然後我就看到就是今天是有這個獎 所以我又衝來這樣 對 我是 我也是加大 然後我是教育系二年級 然後我就是覺得說 因為 就是 本身跟我們教育系 就已經蠻有關係 然後就來聽聽看 大家好 畢竟我 那 我在雲林工作 那 因為本身是念 念的是政治 經濟學 那 一個興趣是都市發展 那 剛剛那個 許老師有講到說 念歷史有什麼意義 我們在探討那個一個 都市的演變以及發展的時候 這時候歷史就很重要 等一下 後面如果有時間 我再跟我講一些 謝謝 我是家商老師 我以前在協同教過 不曉得你的哥哥有沒有交代 我每天那個帶來帶去的那個協同 第一屆那個校委會 那個他們裡面都是 就是 家 就是 中一中 我不曉得今天的主題 但是 因為我現在就是 我盡量 每個 每個禮拜 我一定來 今天 因為我 我弟弟從美國回來 他 今天我帶他去 白河那邊 去 去介紹我爸爸的那個人 然後 我們去 北門 然後去景宅角 看那個圓圈 我六點十五分 還在 北門 京宅角 田圓圈 然後六點十五分 開車 趕快趕回來 他們是 美國回來的 也不能說 我也路也不能說 但是我七點十五分 就趕到我 戴阿里的家 趕快放汽車 趕快來到這裡 只騎到兩三分鐘 我覺得我精神可嘉 那麼 我當然也很關心課當 因為我本身就是有老師嘛 雖然我不曉得今天是什麼題目 但是我是盡量的美 有機會 我盡量的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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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南華大學映射系的學生 然後我們 因為最近社會學 有在討論到教育的議題 然後我們想更深入了解教育這塊 所以就來吃這個講座 謝謝 老師我們往前一點好了 憲不二長 沒關係 大家自在一點 好 大家好 我是嘉義大學教育系的老師 對很高興有看到大學生來這裡 那我很 我覺得這幾年已經不太有社會議題 可以真的觸怒我了 但是這麼簡單的 這麼簡單的道理的 關於歷史教育的問題 我覺得真的 教育部真的實在是太過分了 真的已經到觸怒我的程度了 然後我想把這個議題 放在下學期的通識課裡面 讓更多的人知道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黃瑞毅 專業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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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過 青年的記者 然後12年的國際新聞中心編譯 然後 我對台灣時很感興趣 然後 我最近看到這個狀況 跟我腦袋發現到一些 跟我腦袋 對這個社會的想法 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 我們聽看看 徐老師怎麼說 這真的太離譜了 謝謝各位 謝謝